宏蘭大家早 那我們現在開始進行今天 這個 這次臨時會的這一天 最後一天的會議 現在首先請民事長來先讀 上次會議議事錄 宜蘭先議會第18 這第9次臨時會 第8次會議議議事錄 時間中華民國105年10月3日 下午2時27分 地點本會議事廳 出席議員黃定爾議員等32人 類型人現政府財政處長林嘉陽 財務管理科長胡舒蘭 主機處長陳靜欣 決算課長林秋雪人事處處長郭忠勝 計畫處長李東如秘書處長吳志榮 民政處長邵志祺 地政處長宜蘭新教育處代理處長 曾秋香農業處長陳德馨 公務處長陳春錦 建設處長林郭敏等 府外單位審計部台灣省宜蘭縣審計市審計官 兼主任李毅欣審計監護主任許瑞 兼審計兼課長林蘇利 機查兼課長林志忠 審計吳敬寧 審計朱忠義 審計許書家 本會秘書長陳茂寧等5人 來賓各報集各廣播電台記者 主席林副議長齊山 記錄陳隆某林義賢 主席先告開議報告事項 一 主席報告千刀議員以達法令人數 二 秘書長先讀第七次會議事錄 三 主席林副議長齊山報告 104年度宜蘭縣總結算審核報告 含副組當然結算及終計表 尚未審議完成提前大會同意變更疫情 以明日上午9次會議繼續審議 延定議事日程表順延可否請公爵決定同意 討論事項 審議中華民國104年度宜蘭縣總結算審核報告 含副組當然結算及終計表結算審定數 簡明表稅入部分 中華民國104年度宜蘭縣融資調度 結算審定數 稅出部分本年度部分 縣政府主管宜蘭縣政府一般行政局 公況管理指大會決議 除本年度部分縣政府主管宜蘭縣政府 公況管理移民第九次會議 繼續討論外各項目均照審定數通過 二 附帶決議 本縣地外行政中心計畫執行進度落後一年余 嚴重影響後續機關進出及土地處分失程 至廠性貸款計畫年期一因此 有緣計畫這四年延長為五年 至增加高達兩百餘萬元利息負擔及財政風險 請審計部臺灣省宜蘭縣審計事 依審計法第六十五條六七條之規定 追究其落後原因及責任 並立同法第六十九條之規定辦理 其他四項 審議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度 宜蘭縣總結算審核報告時 議員要求辦理提供出四項令入 詳如復見並行委憲政府辦理 三位下午四時五十八分以上 請問大會議事錄有沒有意見 陳查 現在我們來繼續進行議程 請相關審計事財主來列席報告台 要不要再列一遍 請書記再朗誦一遍 請翻至已至十三頁 已至十三頁 公況管理預算數一億一千八百九十五萬五千元 決算數一億一千五百二十萬五千元 決算審定實現數八千兩百七十六萬兩千元 應付保留數三千兩百四十四萬兩千元 合計一億一千五百二十萬五千元 比較減少三百七十四萬九千元 好 通過了 好 那我們就保留吧 好不好 先保留啦 好 後代接一 好 後代接一 對於裡面齁 為了避免那個財政資源浪費 有提升預校執行能力 鄉鮮府台鐵自用 宜蘭火車站前的四筆土地 無論是多元的藝術空間 或是文化觀光景點或其他使用 應優先定期租用或成效評估 並加以考核 在未設定評估前 應財政收支要平衡啦 要是說有一些現在 審計室這邊有一些營業效果啦 有一些不當得利的話 應該繳庫啦 再來就說依審計法第六十五條 及第六十七條之原家審核 有不當得利應該繳庫 我希望審計主任這邊要相加查查啦 對於整個齁 我們宜蘭官 哪有這麼好看呢 我來租出給他 讓人去做免費的工作 我們不管哪個團體都一樣啦 縣政府沒有這樣做院大頭的事情 要是說給他做 要有一些營利項目啦 一些營利的行程 應該是要平衡預算 不是叫他來做工作 要讓他來增加人潮 那你是不是附帶協議啊 附帶協議啦 附帶協議啦 請審計是六十五條六十七條啦 我請你再讓你看一下啦 好那就這樣做成附帶協議啦 好動過機器 金建設施預算數一億九千四百七十六萬一千元 決算數一億八千五百零九萬七千元 決算審定實現數一億兩千一百九十三萬兩千元 應付保留數六千三百一十六萬五千元 合計一億八千五百零九萬七千元 比較減少九百六十六萬三千元 好那通過啦齁 國道五號熟明 蛤 保留那個國道 好就這樣照附帶協議啦來通過啦齁 什麼附帶協議啦齁 現在不是在金建設施嗎 對啊 保留原因第二的國道五號說明一下 有關於國道五號的部分是那個 國道五號有一個儀式雜道的工程 好那我們相關的那個土地徵收的配合款的部分 那這個工程的部分 當時有編列相關的一個費用 那在徵收的過程中 他們還希望我們要保留一千兩百多萬 另外可以減免的部分是九百就是六十六萬三千塊 以上說明 土地保留的原因是什麼 因為土地保留款的部分主要是因為 國公局那邊給我們的資料是 他還有其他相關的一個費用 有關於土地徵收的費用 還沒有辦法一次付清 所以希望我們保留到今年 然後今年如果他們那邊決算總共的這個費用 會我們何時撥給這個國公局 如果還有剩餘的話就會辦理這個減免 以上報告 這個保留原因是不是 比較近的跟比較遠的價格差異很大 所以有這樣的原因還需要增加 還是沒有增加就直接照這樣子去做 應該是他可能會有一些雜項的一些其他的支出 因為去年的話大概總共的一個配合款是一億多 那這個部分只是可能是相關其他的 他還沒做最後的審定的那個部分的費用 希望我們做一些保留 那等於是整個區域徵收的價格還沒有確定喔 基本上已經發放 發放完成 只是他還有可能還有提供相關的一個 費用要做最後的估算才有辦法知道確確的數字 那個費用是不是屬於價格比較低的 低的很多 是不是那一個區塊 應該不是那一個區塊的問題 那什麼樣的問題 就是剛剛講的因為他還沒有做最後的審定的那個費用 所以他希望我們這個部分做一個部分的保留 因為那個整個土地的價款 最後土地的價款跟建築物徵收的一個價款 他們去年有發放 有一些人可能還有一些疑義要做釐清 還有其他的其他的相關費用等等 你把那個你講的這些細節喔 是 資料把它整理一下 給我們議員好不好 是 請提供資料 同課同課繼續 交通管理業務 預算數一億三千三百五十七萬四千元 決算數一億兩千一百三十六萬七千元 決算審定實現數八千九百二十四萬九千元 應付保留數三千兩百一十一萬八千元 合計一億兩千一百三十六萬七千元 比較減少一千兩百二十萬六千元 好請說明 謝謝議長 那有關於這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說明一下那個 減免數的部分 那減免數的部分大概主要的部分 是因為我們有持續在跟中央爭取這個地方 公路客運的這個中央補助款 那去年我們有爭取到比較多的一個相關的費用 那從一百零二年的部分 我們 一百零三年我們爭取到一百多萬的 一百七十一萬的費用 那一百零四年的部分 我們爭取到一千六百多萬的一個費用 所以減免出來的這個費用 所以 因為我們沒有實現這樣子的相關的 這個是實際上的這個補貼的剩餘款 大概是九百六十七萬九千塊 那另外有十六萬八千塊是業務的一些 因為執行相關的業務的一個剩餘款的部分 那保留數的部分呢 大概主要分為四個部分 包括一些中央補助的整合計畫 因為它核定下來時間比較晚 所以有一些保留 那另外有一些 有兩個部分主要是 因為這個客運的一個補貼的一個相關的費用的一個保留 那因為客運補貼它到十一月底 會結算五月到十一月的這個補貼款的部分 那因為還要經過委員會相關的一個審議 所以有進行後續的保留 那後續的這個保留的部分 相關的致印的部分 已經在今年的三月份已經致印完畢 以上報告 吳議員 請問一下 在這個交通一項目的業務下 這個我們大概知道 我們對於這個客運的公司還有那個格馬蘭 我們會有補貼的這個動作 那但是這個公車這個聚在老弱婦孺的這個不滿意度 明顯的上升 那我想請問一下主任 我們的李主任 對這個部分的我們憲政五 他的 對他有沒有扣 就是說他本來我們補助他 但是他不管他是屬於他要就醫的 或者是其他的路線上面 他這個滿意度不好的狀況之下 憲政五有聽說他說同意要扣款 扣掉這個補貼 但是主任這邊知不知道他有沒有扣 扣掉這個扣款的這種狀況 有沒有 蛤 他有沒有 就我們初步了解來講這個部分 也許縣府要去扣款 可是目前來講的話我們沒得到這個訊息 那有關於滿意度這個部分來講的話 那縣府來講有明確的回應我們說他要督促那個運輸業者來講的話 在這個服務滿意度這個部分能夠提高 主任 這種部分不是說光只是說督促他 那他因為既然我們是有相對的補貼 這一些的禁老票 這些這個殘障的這個部分 那他既然做不到我們就應該要有扣款的這個動作啊 那沒有的話 那這樣他就一直都一直走這樣就去做啊 是不是 不是 那沒有錯 如果說他們跟 縣府跟運輸業者的一個補貼的一些規定來講的時候 如果說是有提到這一個 他們去做一個滿意度調查 或甚至說有 是不是有 應該要做而違反相關規定 然後縣府這個地方會有斟酌扣除補助 那個金額的部分來講的時候 我們再做一個了解 那如果說他的規定是這個樣子 縣府是不是有實際去做扣除的一個動作 那我們會突出那個縣府來講 他要嚴格來去執行他跟那個業者的一個 一個相關那個兩個的一個補助的一個規定 好主任你請坐 那個財主 這個部分的話 我們對於客運公司跟這些 我們這一個首都啊 葛馬南這些客運的這些公司 我們給他的補貼的這個動作 我們在簽合約的時候 有沒有說過 有沒有提到這一個 他這一個債客率跟這一個 劇載的這種狀況 不達到這個 他的這一個一個比指數的時候 我們有扣款的動作 哪一個處長 有關我願意所詢 據我所知應該是沒有 不過這個部分我覺得 據你所知沒有是沒有什麼 他沒有就是說 他只是說他債客多少補貼多少 並沒有說他如果沒有達到這個 這個債客率的話需要扣款的那個 那你們就是負責說 反正你債多少我就給你多少了 對 對 那你都沒有管他也沒有要把你按 那路邊騎一個人 他沒有要把他帶走 你不管這個東西了 不過這個部分的話 可以我們再請那個 是不是那個建設處看 可不可以研議一下 有關這個債客率的部分 是不是也要 你負責出選就好 那請坐 那個建設處長 謝謝吳議員 那有關於這個 關於拒在這個相關的 我們比較需要的這個 憲民的部分 這個部分我們依照 之前的這個法令 是都有扣款 有扣款相關 可是因為 可是因為我們當時 那個扣款的部分 是依照中央的規定 是依照里程數啊 乘以一些東西 後來發覺 每一個扣款 你現在 你扣款是依據什麼來扣 依照他們的服務 例如說有人 檢舉這個部分 清查屬實就會扣款 然後 檢舉一個人 你就扣一個而已嗎 扣點數 對 這個部分是有 有實質上的這個部分 我們會進行扣款 那後來我們 我們也發覺 這樣的扣款的 金額太少 所以我們在新的 規定裡面 我們每扣一次 每扣一次 如果查證屬實的話 會扣1000塊 這個相關的一個 款項 來做這個 相關的部分 那因為 之前希望提的 比較高 可是因為 這個可能會牽涉到 跟司機 會有扣款 也一個不小心 可能會有扣款的 這個相關的事情 所以後來 大概有說明 大概是 如果以這個現在 我們現在新訂的 跟業者現在新的 這個規定的話 大概是以前扣款的 三倍的這樣的一個價錢 以上做說明 處長你請坐 那個在超商 偷拿東西 被發現的 要罰多少 你知道嗎 至少十倍以上 那現在你這個 它具載 我們一年補助它的 都已經不是說 十多萬 是上百萬的 一次 一個人檢舉 我有個老伙子 跟他說 算了 我就這個老伙子 我不搭了 結果這種狀況 一個檢舉 結果扣一千塊 現在是扣 加三倍 三千塊 那這樣怎麼樣 能夠提高 這個債客率 能夠提高 這個服務品質呢 不痛不癢嘛 是不是 所以 你看 我們每一年看到的是 我們編給他們的 這個預算 這些經費 你們都是如實給他 啊真的有人 來做檢舉的時候 你才扣個兩三千塊 沒差嘛 所以難怪服務品質 不能提高嘛 我們 李主任這邊喔 我們有沒有辦法做 有沒有那個 我們有沒有條例 我們有做法條 對這樣的一個狀況 我們給他一個糾正 或者做處罰 主任您說一下 大委主席還有謝謝 吳議員關心這個議題 那當然我覺得 以 縣府在做任何的施政來講的話 服務來講的話 是沒有上限的 那 我是覺得說 以縣府來補 補助運輸業者來講的話 這個方面 應該有責任來去督促 這個運輸業者 然後盡可能來服務 那個 那個乘客的一個 一個需求 那像比如說 就我的經驗來講的時候 目前的公車站牌 是在固定在某一個地方 那裡面有 也許有很多個路線 但是一般路線過來的時候 那一個 在等車的一個乘客來講的話 是不是 會搭這個 這一個 這班路線 那其實是 他必須要站起來 然後來去招招手 但是我是希望說 縣府來講的話 有一些比較 行動比較緩慢的 一些長者來講的時候 我是希望說 縣府能夠 要求 那個運輸業者來講的話 不要等到 那個老年 來揮手才 慢慢停下來 而是說他要停下來 這樣的一個情況之下 看看是不是確定 是不是有長者 來去有這個 陳車需求 然後如果沒有的話 再死離 我尤其這個部分來講的話 就會避免說 到底是不是聚載 或者是說 司機沒有看到 那個長者的這樣的一個需求 我像這種小地方來講的話 我可以 可以縣府來講的話 站在一個同理心的 這樣一個立場 來督促業者 來提高整個 一個服務的滿意度 好 以上做個說明 謝謝 好 你請坐 當然這個只是一個 消極的一個動作 因為對於業者 對於我們補貼的 我補貼的縣政府 當然希望 縣政府希望說 他的在客 他的在客的服務 是能夠到到位 但是業者的話是說 快一點 我能夠達成使命就好了 但是我們怎麼樣子 來完成這個 讓他能感覺說 這些的長者 他們是確實受到尊重的 我不希望說 每一年在這邊做檢討 那希望說呢 對他們能夠有所為 而有所作為 不要光只是說 我這邊講 檢討檢討 督促督促 一點效果都沒有 所以我希望 今年是這樣子 明年不要再有這樣的問題出現 那個 主任 這個我們有沒有辦法 在書面上 給他做一個 這個 再做建議跟怎麼樣督促 好 謝謝 等一下 我延續那個吳議員的話題 齁 那個 你說什麼 等一下 那個 處長 監察處處處長 我延續那個吳秋林 吳議員 他剛才所建議 齁 這個 你說這個聚在這個問題 齁 這個歧視 譬如說這個交通違規 齁 齁 我們這次我們靠一千塊兩千塊 真的是不痛不癢 我們一年來保障幾百萬來講 這次靠一千塊兩千塊 而且又是有人僱基的時候去靠 我覺得這沒有意思 他剛才說的 超商抓到一次發十倍 我們免十倍 我們五倍就好了 還是我們用累積來算 僱基一次 第一次你說兩千 齁 第一次四千 一三五七一直發起 超過一年來這裡 還是半年來這裡 你們自己去訂訂 半年來這裡 用僱基超過五次了多少 以他一年的補助金額 譬如說你三百萬 你身體靠這個三十八四十八 這樣 他才會怕才會痛 我想處長你很了解 如果說 萬一啦 他是用交通違規的方式 萬一你一百次 闖龍燈一百次 有一次 出了人命 這情何以堪 我們怎麼處理 我們行刮過去 你了解我的意思嗎 設施是 這應該用得很嚴重 你不可以用這些不通不養的方式 一次靠一千兩千不後 你用得很重 承過去用僱基三次 總預算一年三百萬五百萬的補助給你靠三十八 看他會怕不怕 我們來請教他 跟他講好朋友 不能說等發生人命之後 出了狀況以後 他要來彌補 真的太慢了 這個處長你請他訂一個法規 跟這個審計主任 你看要修正 是不是有這個方式 他要給他用一下 好不好 處長可以嗎 請教一下處長 因為你這個市區八四啊 有補貼嘛 那我記得去年 我就拜託你們說 有一條線要規劃到大農鄉市 因為有一些年長的 他必須在白天的時間要去就醫 那因為有時候沒有人可以再到醫院 那我們山上的國防巴士都是固定的時間 那你有答應我說 今年啊 要兌現 但是 沒有看到這個巴士有上去 你說明一下好不好 既然有補貼的話 你們想辦法規劃一條線嗎 你也答應過我 報告議員 議員提到這個部分 我們在假日的部分有一個綠十二 那個部分 因為之前有大概有就是綠十二的部分 那如果平日的部分 我們我們來演繹看看 因為那個國光客運 他有跑相關的路線 然後我們現在市區客運 基本上跟國光客運是沒有 沒有重複盡量不要重複的路線 那我們現在另外一個部分也慢慢的 我們希望把公路客運的部分 也納到我們市區客運來納館 那如果納館進來之後 我想這個部分 我們是不是朝向增加相關的班次 跟其他的部分來服務我們居民的需求的這個方式 那我們預計應該在今年就會把一些路線 進行納館 那明年會把全部的路線來進行後續的納館 那如果納館之後有需要 可以來增加平日的班次跟其他的班次 因為如果路線重複的話 可能會有一些資源上的一個這個排擠的一個問題 那所以我們是不是用這種方式來做 那因為之前我們有跟國光也有討論過 是不是可以增加班次的部分 那國光因為他的那個補貼款是從中央來的 那國光比較不願意 所以我們後來是在禮拜六禮拜天 配合我們的綠線的部分 來進行班次的一個增加 你這樣子我沒有辦法接受你的說明 因為你去年就答應我們是今年 那今年結果你又說明年 那明年又到後年 那就不要規劃了 那個因為你的補貼也是從中央來的 你這個市區巴士補貼也是一部分也是中央的款 縣服中央一半 那國光是中央的款 那市區又一半是中央的款 你可以去那個規劃一下 那調整一下路線嗎 有的我不說市區不行 有些有些路線 可以做一些調整 那安排一條路線到山上去 那個距離其實在 市區這樣子繞到山上這樣繞一兩次也都差不多 好好規劃一下好不好 你不要再拖到明年後年 那這樣沒辦法跟人家交代 好 是 好 好 好 我再說一遍就好了 蛤 說一遍就好了 人家說二十分我 我可以說兩分 哦 說兩分比較快 兩分是你說的 嘿嘿 那個 舊城東路的停車場的 什麼時候發包的 你們保留原因 停車場的呢 幾號發包的 幾月幾號 去年9月 一百零幾年 一百零四年 一百零四年 一百零四年9月 9月 9月分到現在將近一年了 是 那有沒有做一個報告有沒有 相關的評估案都在評估 那現在主要是跟學產地之前 有沒有做報告的 有有有報告 有報告的 那怎麼樣報告 開會報告還是直接跟你們直接報告 還是有一開原作會議做報告 我們都會有 我們都會召開相關的會議來做討論 我們議會有決議啊 每一次的會報要 請我們宜蘭市集的議員 去那邊旁聽啊 有沒有做到 議會決議 把他當偶邊封 有沒有 我們是一直在期待啊 你們電話來我們快點來去聽啊 一年了 好像都沒有動 也沒有邀請議員去那邊 這是宜蘭市的重大建設啊 議會也做這樣的決議啊 那個 我請教我們議會秘書長 有沒有這樣的決議 有沒有 如果有一張 請處理一下這個 那該怎麼辦 議會決議 沒有你跟你心理啦 那決議這個幹什麼 我們一次念得這麼好聽啊 我們商讀會議決議 有沒有意見 沒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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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意見 報告房議員 因為有關於這個案子 因為還有一些 法令的問題需要先做一些釐清 那定案的部分 我們會跟議員來做整理的報告 議會的決議啦 對不對 有開會就邀請我們議員去參與啦 那個決議是這樣子的啦 好 大家也在問 問我們議員是這個議員 他這個地方是怎麼做 問這年啊 都是計畫啦 議員在議會 衝付相關的咧 你把從104年9月到現在 你們開啟示會 全部列出來 給我們三四喜的議員 是 好不好 好 那我好好的在 那個那個單位執行的時候 來跟你討論這個 是 是 藐視議會 嗯 好 請提供啦 好 好 陳議員 感謝台灣主席 那個 就叫那個處長喔 剛才說到那個 那個 起庫這個公車喔 我這邊就是有一些就是我們 公車站設置地點喔 也未符合我們 就近的 長 這個長青石堂的據點的 這個部分喔 本時是建議你們喔 能夠去做個整合喔 我要了解的就是說 宜蘭線內的長 這個長青石堂總共有幾個地點啊 啊在這個地點的部分喔 你們的 長青石堂的公車的站牌喔 最舊要都敲過才有200公車 兩百公車來說 對於這些 年長者喔 還有一些行動不方便的長者喔 都造成很多不方便的地方啦 是不是這個問題能夠 你們下去去整合一下 很明顯的缺失啊 很明顯的缺失啊 是不是 在這邊我提出來 本期提出來 會後的時候你們做一個整合 看我們整個宜蘭線的長 長青石堂到底有幾個據點 他們所在的公車站 據我了解的 最少都200公尺以上 你們應該都做一個整合一下 不然這樣喔 編理說 宜蘭線 高齡城市 這個環境 整個問題就呈現出來了啊 你對這些長者真的 不要讓他們走那裡 是不是這個 站牌的部分 可以再刷比較近一下 讓你們這裡做一個 內政合一個 以上 沒有啦 她說了 阿嬤不說了 你問我要說幾遍 你要問我 有沒有同樣的議題 同樣的議題 不要重複兩次 我接受 我不同的議題啊 你怎麼可以先制我講幾次 你議長有什麼權利 阿嬤我告訴你 你做一遍說 這樣好不好 沒有問題啊 對啦 我是尊重的 他自己說的 我是尊重的 好啦 這後來議員先說 拜託啦 對嗎 不怪你 不怪你不進步就是這樣 管政府過去也要插利 我想說處理了 對於整個 我想說我們 議會這邊也要知道一下 對整個宜蘭縣的VOT案 什麼前置規劃 什麼規劃 規劃前置作業 或是前置 或是中期 進行 應該告知相關議員 告知議會 議會 議會要去參加不參加 你們不要去紙上作業 你說規劃專家 他們賣一個好勒 對地方的發展 他們怎麼會知道呢 是地方議員在地的地方人事 不太了解說整個要去規劃怎麼樣 你們紙上作業到時候 還不行 我希望說 我們憲政府 不管有什麼規劃案 應該通知議會 還是各個地方的相關人士去參加 地方的理長代表都要去參加 不太對 你們紙上作業有什麼關係 我怎麼會先說呢 你也要聽地方的民意代表 或是地方的理長代表 什麼樣 他們的意見 總和起來不才有更好 不然你們紙上作業 到時候都不可以 我希望說 在整個我們宜蘭縣這邊 不管計畫室 各個局勢都是一樣 應該告知各個相關單位 大家來參與不太對 還是你們驚人知道 你就對 那個審議主任 你聽到沒有 我剛才說 有特定人士在謀 謀取福利 就是他們的紙上作業 阿拜就是什麼人 我希望審計師對這方面 要強加查查 就是跟我們的森林公園一樣 規劃兼設計 那辦也是他們的 都是一樣 都沒有讓地方的意見提供意見 他說怕查查 我今天怎麼沒有在表面上 那是怕人 他們說好的 我希望說審計師這邊 要去強加查查 對所有的規劃案 設計案什麼 你怎麼去了解 是不是規劃單位 跟投標的單位 都是一樣 我希望各個局勢都要知道 好 謝謝議長 你們那個 業務會有一個 公共運輸 發展計畫 這個 什麼時候發包的 現在又在保留 什麼時候發包 報告議員 去年的9月發包的 去年幾月 9月 也是一樣 104年9月 對 剛才那個也是104年9月 是 那另外一個 你們發展 那個 交通運輸 重大那個 那件事情 是不是這個 交通運輸 從100年開始 那個是那個 交通運輸總體規劃的部分 對 對 那個有沒有保留 那個是 那個有保留 保留在哪裡 那個是在 以前年度的 今年沒有保留 以前年度的保留款 放在以前年度的保留款 他是以前年度 就已經發包完成 然後是 成功了沒有 基本上那個 期末報告已經 基本上是通過 不過還要再經過 這個相關單位 最後確認相關內容 那個要列入保留原因 那個錢還沒有 沒有那個是以前年度的 有在101年的保留款的部分 101年保留款到現在 還沒有執行完畢 還是要繼續保留 有那個 在以前年度的部分 有做保留 每一年的以前年度 都保留 是不是 對以前年度的部分 有 你應當是要列在這邊才對 沒有 應該是在 你們那個是怕人家知道 是不是 不是 在以前年度的部分 還沒有審到 對 好 好 通過 好 通過 繼續 決算 審定實現數 五億八千一百二十五萬 應付保留 數 九億八千兩百三十八萬九千元 合計 十五億六千三百六十三萬九千元 比較減少 五百八十九萬一千元 好 在五月的時候,我們就要把一些決算差短的原因送過來 所以我們在五月的時候就有發公文到議會 沒有啦,我現在是說建制議員手頭都是分短插民視嘛 你要分,全部都要分,為什麼要分,我們什麼都沒有 有,我們是五月份的時候把所有議員的,然後發文給那個議會的 我們都沒有啦,很多人都沒有啦 我們本的啦 對啊 你要分一分下去,所以你說很多,像黃議員陳議員你講的我都聽不懂,我們都沒有民視啊 那你是開什麼的? 五月真的有發公文到議會來 沒有啦,你每次要分還中分,不是特地人分而已啦 那你是開什麼的? 人分的嗎? 對 你上來的那個是我們不能分,我們中修進去 我還要貼給我嗎?沒有這個給我嗎?你給我嗎? 你給我嗎?你給我嗎? 我都有分啦 說我這都有分啦 沒有啊,你待會,我們都沒有啊 好啦,來,開放一下好不好?來,休息啦 你乾脆一下 我以為你會不會有啦 你不可以? 我們不可以啦 我們不可以啦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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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 感恩 感谢观看 感恩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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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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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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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